记者黄中山台中报道,愈来愈多人喜欢沙雕风情化,台中市议员吴敏纪今天在议会指出,国内外沙雕胆产值相较于投入均在10倍以上,要求是否加速在海沙最细致年近最高的大安滨海地区成立沙雕美术馆,副市长003回应,以研你规划权力推动中。 吴敏纪直询说,沙雕是艺术也是财富,沙雕经济学正在形成,新北扶龙沙雕艺术纪活动经费2000万元,产值2亿元,台南马沙沟预算800万元,产值1亿5000万元,台中大安预算700万元,产值近4亿元。 他又说,日本鸟曲,韩国云台的沙雕展,经济产值相较于经费投入也都在10倍以上,其中鸟曲沙之美术馆,剑馆费用不到2亿元,常年开放营运,主题经常更新。 2013年总产值超过35亿台币,不断吸引游客重复前往。 吴敏纪分析说,大安音乐际参观人次不断增加,今年更突破45万,关键因素就是沙雕作品的强大吸睛为力。 而大安海沙最细致,年轻最高,沙雕作品的表现力也最强,建议市府加速推动沙雕美术馆成为台湾沙雕艺术的胜地。 003对此表示,大安海沙的品质却为台湾最好,也是沙雕最佳材料。 市长林佳龙日谦已前往大安视察,相关单位正研理规划沙雕美术馆全力推动中。